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一下亚马逊海淘 记得去年的时候我有做过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过 如何在国外的亚马逊进行海淘购物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国外的平台下单以后 然后呢,把订单邮递到我们注册好的第三方转运公司 然后再由转运公司邮递给我们 比如说我们在美区的亚马逊购物 然后呢,我们把订单邮递到转运公司在美国的仓库 那么美国的仓库收到以后呢,他们再邮递给我 这样呢,是一次完整的海淘 那同等呢,比如说你在日亚、德亚购物也是这样子的 那这种海淘呢,很多朋友觉得很麻烦啊 又要转运啊,又要干嘛的 而且它的时效性也不定 短则十几二十天啊,这样都算短的了 长达一两个月,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 这样就让你觉得真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 或者说和大家聊的就是 中国亚马逊海淘 那么既然是中国亚马逊,为什么也是海淘呢 因为中国亚马逊 虽然说是在中国确实是正常运营的 那么只不过它的发货 依然是由国外的亚马逊来发货的 那么目前主要是由 日亚、德亚、英亚、还有美亚来进行发货 比如说我在中国亚马逊上面买了一个耳机 或者说买了一个手机 那么我下单以后呢,还是由国外的亚马逊发货 他们发货以后到了国内进行清关 清完关以后呢,就直接由递到我们手上了 那这个时效性可是很快的 因为中间它没有转运的环节 而且呢,是由亚马逊 或者说由亚马逊合作的公司来帮你清关的 那么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专业的 那么下面呢,我就大家在中国亚马逊上面来了解一下 好,那么如果在电脑上面使用呢 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来输入 3w.amazon.cn 这个网址呢,就是中国亚马逊的这个网站地址 那么进来以后呢,可以看到这个中国亚马逊呢 其实和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的购物网站 其实都差不了太多 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可以在这里注册一个中国亚马逊账号啊 用你的手机号码或者邮箱都可以注册 那么如果要买东西呢,就很简单 直接在这里搜索你想要的东西 或者呢,点击这里的全部啊 在这里呢,有导航还有商品的分类啊 可以看一下这些分类啊 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详细的 然后就是这个中国亚马逊 它主要发货呢 还是由美亚、德亚、英亚、日亚来进行发货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他们的专区 那么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那么首先呢,进入到的美亚专区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海外购的一些说明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进入到美亚专区呢 下面这些产品的分类啊 包括左边的这些分类 还有下面的这些商品都是美亚 它发货的一些产品啊 大家看一下 像这些保健品啊 还是比较丰富比较多的 然后呢,你在这里进行搜索 也是美亚的一些商品啊 那么同样的,如果说你进入的是其他 比如说德亚专区啊 那么这里呢,就是德亚的一些产品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 好,那么你要想搜索整个亚马逊的这些商品呢 就在主页啊 看一下这里是全部分类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来搜索啊 比如说要搜索买到一个手机啊 我们来搜索,比如说买一个Pixel手机啊 好,我们来搜索一下Pixel 那么就搜索出来了全部跟Pixel有关的内容 那么这些手机呢,也是可以直接购买啊 它是直游的 那么从下面的这个标签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美亚的啊 美亚的商品啊 这些都是美亚的商品 然后呢,这个是日亚的商品 这个是英亚的商品啊 看一下 这个是德亚的商品啊 然后呢,比如说再搜索一下啊 来搜索一个耳机 好,那么也是一样 每一个商品的下面这里啊 都有它是来自于每个区域的亚马逊来发货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德亚 还有日亚啊 这些 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中国亚马逊上面来 购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的账户里面呢 有几点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那么首先呢,是地址啊 这里的地址呢 就填写你自己真实的收购地址即可 然后呢,是这个付款方式 这个付款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实际上呢 中国亚马逊的这个付款方式还是比较丰富的 首先呢,支持亚马逊礼品卡 然后呢,它也支持信用卡 那信用卡呢 有支持Visa,万事达,运通,还有GCB,银联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这个借记卡啊 借记卡呢,就是支持银联的借记卡啊 这个呢,只要是国内的银行卡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都是可以的 在下单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 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清官信息维护啊 这里呢,就是填写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主要是用于商品的清官啊 一定要填写证券 好,那么我们来随便拍一个东西来看一下啊 那么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在中国亚马逊上面购物 它是满300块包邮的 如果购买的商品不满300块呢 是需要支付国际运费的啊 我们就随便来买一个东西吧 在这个亚马逊上面呢 保健品好像是卖的挺好的 我们就随便搜一个啊 我们就搜保健品来看一下 好,可以看到呢 这个保健品还是挺丰富的 我们就随便啊 像这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是这个产品的名称啊 然后这边呢,有它的价格啊 500多块钱 那已经是超过300了 所以这里呢,显示的是免费配送啊 就是免运费的 然后呢,这个预计的时间啊 一般来说应该是会提前好多签的啊 因为我之前买的东西啊 比它预计的时间提早了 我感觉有一个多星期呢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是由美亚来直接销售发货的 可以看到呢 是海外自营的产品啊 是它亚马逊自营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商品的价格 然后它这里呢 还有50多块钱的这个预估进口税费啊 这个税费呢 就是这个购买商品的税啊 在这里要说的就是 你在亚马逊啊 你在中国亚马逊上面购买的所有产品 因为它是由海外发货 所以不管产品是多少钱 它都会有一个预估的税费啊 这个税费呢 会根据这个产品的价格啊 大概会有一个税费产生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立即购买啊 那么在这个结账界面啊 也就是提交订单界面 首先呢 就是确认自己的配送地址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确认自己的付款方式 它这里默认的是支付宝啊 也可以点击这里的更改 还有就是你的身份信息 这里要确认没有问题 那么点击更改来看一下啊 可以看到呢 除了支持支付宝来支付呢 也可以支持微信以及花呗支付 还有呢 可以支持添加信用卡来进行支付 那这里呢 就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对应的支付方式就可以 第三步呢 就是核实商品和配送信息了 然后在这里呢 它有一个选择送货方式啊 默认呢 就是免费海外购标准送 我个人觉得选择这个默认的免费配送就可以了 它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海外购加速配送 这个是要加费用的 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 那确认你的这些信息没有任何问题 你就可以提交订单付款了 然后付完款呢 就可以等待收获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订单价格啊 首先呢 商品的价格看一下 然后呢配送的这个相关费用 它配送的费用呢 就是这个运费啊 这个运费 那因为这个商品 它是已经满了300块钱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呢 是已经把这个运费给它减免了啊 然后呢 这里只有这个进口的关税啊 就是这个税费啊 那么这个订单总计呢 就是这么多啊 大家看一下 确认无误后呢 你直接点击提交订单 然后付款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我自己前段时间呢 是在中国亚马逊上面买了一些东西 那么它是由美亚来发货的 总共时长呢 大概是10天左右的时间 到了国内以后 它清完关以后 就是用顺丰快递 直接邮递给我了 我个人觉得体验还不错 速度呢也还可以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除了在电脑上面来使用中国亚马逊呢 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去下载 中国亚马逊的手机APP 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来使用 中国亚马逊的小程序 它的体验呢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之前在微信上面下单 它还是有优惠的 那么下面我们去手机上面来了解一下 那么在手机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下载亚马逊购物的手机APP 就是手机应用 在国区的应用商店里面来进行下载 那么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在手机上面的应用 其实和我们在电脑上浏览器里面使用 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 或者说跟我们其他的一些购物的 这个手机应用 比如说京东啊 那些都差不多 亚马逊的这个手机应用来说 相对做的比较简单一点啊 感觉就是用起来 它会更简洁一些 可能本身它里面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吧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个人中心啊 有订单 还有钱包 还有这个联系客服 以及这个账户设置 包括亚马逊的这个营业执照 也可以点进去 那么在微信上面呢 直接搜索亚马逊海外购 然后呢 找到这个小程序啊 然后呢 进去 那么亚马逊在微信里面的这个小程序呢 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它和亚马逊的网站 以及亚马逊的手机APP是不互通的啊 他们都是亚马逊官方在运营的 但是这个微信上面是不互通的 这个我是有和客服确认过啊 确实是不互通的 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在亚马逊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啊 亚马逊海外购里面买的东西 所以呢 那我在这个手机应用里面 包括在网站上面都是没有订单信息的 但是呢 在这个微信里面 它是有订单信息的 我自己呢 有和客服确认过 客服也能够查找到我的订单 但是确实他们是不互通的啊 在这里呢 要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之前为什么要用小程序下单呢 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在小程序里面领到了优惠券 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面下单了 一般来说你在哪个端便宜 你就在哪里下单呗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对于有用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一键三连哦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